制动器安装示范内容如下 拧动制动拉杆使刹车片和制动轮贴合 首先是制动力矩的调整 用扳手顺时针旋转力矩调整螺母 弹簧工作长度变短 这时候制动力矩会增大 反之会减小 我们只需要调整到您需要的制动力矩即可 这时我们的制动力矩调整就完成了 接下来是瓦块退矩的调整 瓦块退矩的调整分为三个方面 一通电或用手动释放装置打开制动器 二 顺时针旋转退矩调整螺母三到五圈后 密合制动器 三 测量推动器的补偿形成 您需要的推动器补偿形成即可 两侧瓦块退矩均等的调整 下面介绍了各个部件 这个是刹车片 这个是制动轮 这个是调整螺母 这个是连接螺杆 这个是锁紧螺母 这个是连锁销 这一整个是均等杠杆 我们只需要拧紧锁紧螺母即可 以上是制动器调整的所有内容 请关注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